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VID NET社区 我们社区是做全网KOL 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力的价格 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展信息 好 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播报 首先看一下群里聊天 群里的波波说 昨晚大家等了个寂寞 以太网为什么不跌 等了个寂寞 幸好我睡觉了 然后胖哥发了一个图 说就中间400点来回玩 等交易者加仓 没有跌破前低 也没有突破双顶 目前就是一个震荡趋势 昨天不是说了要震荡三天吗 然后今天是第二天 如果按昨天那个说法的话 明天还需要震荡一天 上下都有流动性 再等等吧 这是群里胖哥的策略分析图 它相当于综合了群里很多KOL的信息 然后给出了一个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来看一下提阿费罗的群里面怎么说 实在没见头肩顶 我再学习一下 算了头肩顶是垃圾 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 Blackly说 头肩顶 仅限还是有效的 然后他给出了这样一张图 他认为头肩顶这个形态 还是有效的 然后王老板昨天在群里说 好了出去玩了 祝各位猛赚 然后今天说 好玩 心情愉悦 格局打开 小孩子查了 大人就不要再查了 没单子 专心玩两天 走了拜拜 RTC大户挂单 95.4 王老板这两天也在外面玩了 这两天行情 大家都估计是震荡行情 好 然后来看一下 左友哥的金牌分析师 Jackson Chen 他说 比特币这波 其实早该回调了 在3月10号 被美联储硬拉起来 走到一波牛市 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就知道 3月10号左右 热钱开始涌入币圈市场 因为当时有银行的信任危机 所以BTC被当作避险资产 涨幅反而高于美股很多 然后现在资产负债再次下降 代表美联储把热钱放出来护盘 但有计划性的回收当中 2.加息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市场也反应的差不多了 下一次公布 加息零的时候 估计会是一个美股的小高点 美股的三大指数 目前都处于上升三角压力位下 挣扎着 然后上述两样都处于回调的主要原因 今年类不会降息 过往的几次降息都市场出了大问题 美联储为了救市 采用激进的量化宽松 不过考虑过去加息伴随着美股走势 可以发现高利息环境 其实美股是震荡向上的 非常的反逻辑 所以我认为随着加息中止 美股的涨幅正式要开始 即使未来跟着回调 终究也会回到上升趋势 今天先讲到这里 还没有讲到BTC未来的明确走势 明天再继续第二篇 先把大环境因素给大家捋清了 看不懂的一定要记得发问 好 Jackson的发言可以说是特别的有深度 他分析了美股接下来的原因 因为美联储接下来 他不可能怎么再加息了 如果一旦不加息或者降息的话 美股肯定会开始迎来一波牛市 这样的话 比特币会不会迎来一波牛市呢 比特币明天正要减半 大家一定要在这时候做好准备 这是对大趋势的分析 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社区 引入了很多美股的内容 因为比特币的走势 也是跟大环境相关的 好 然后来看一下Jason Jason说 我仍然对其非常非常感兴趣 认为是一个潜在的波浪多头 最高可达29000 如果我们在这个熊市中做空 我也仍然对这里做空感兴趣 好 然后看一下Jason 昨天晚上10点钟的观点 他认为比特币 如果到27345这个区间的时候 可以去开空 然后看到26600多 然后在26700多的时候 就可以开多只赢放在27300 那相当于Jason的认为就是一个跌下去 然后找上来一个震荡行情 但是看Jason之前的观点的话 他认为应该是跌下去之后 跌到26000这个紫色的区间范围内 然后会上拉 他认为未来趋势会上拉 但目前只是一个回调 这是他目前的观点 如果按照Jason昨天的开单图表来说的话 是盈利状态 就是在27345这个区间范围内 然后开空 到了26700多左右的时候 再开多 那这样的话是稳定盈利的 好 来看一下博洋的观点 博洋昨天10点钟说 到目前为止 BTC没有新的交易 坐在昨天的空头里 等着今天的安排 昨天他的空单是盈利的 好 然后看一下罗胜的观点 罗胜昨天的空单是盈利了 然后他说 现在赚钱太难了 很明显不如2022年年初赚钱容易 那时候拿一天就到达目标了 的确不能塞单 看来今日命中无限 然后今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 罗胜说佛银再次消失 他只赚了16%了 只赚了4000多刀 持伤了29个小时 他这个单子目前还拿着在 然后草皮班的观点 目前依然是没有变的 他们还是逢高空 并且目标三日 然后比特币风哥在昨天的时候 给了apt的空单和以太坊的空单 然后成本价附近出局 在今天零点钟的时候 也给了一个比特币的空单 和一个以太坊的空单 比特币27,050的空单 和以太坊1920空单 目前这两单都是损200多点的状态 然后所长昨天说 注意这是WD上来了 先别开了 我没在家注意点 然后他给了一个以太坊的1841 附近开空的一个空单策略 然后这是他对走势的估计 所长让大家在比特币 在27,580的时候附近去做空 这是他的观点 现在KOL好像普遍的都是在开空单 方向一致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要太重仓会拨 因为当所有人都开空的时候 狗庄肯定会来杀空单的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 科比托的金牌分析师M说 目前正盘中留意26,500到26,800 这边的反应如果不错可以做多 目标27,300到27,600到27,900 好M是认为可以逢低做多 别的人目前都是认为是逢高做空 这是观点 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 这两天应该属于一个震荡趋势 大家可以在26,500到26,800的时候开多 然后在27,300到27,500的时候在开空 注意好仓位控制 这是我的观点 然后Rose昨天说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现象 在你卖出硬币的那一刻起 价格就像做火箭一样上升 这种情况 我相信草币的人都碰到过这种情况 然后昨天他让大家现货买入LDO 目标3.1到3.5到4美元 然后在今天11.34的时候 他也给了一个GMT的多单设置 我个人的意见就是 Rose在英文圈大概有30多万的粉丝 他喊哪个币 哪个币大概率是会涨的 如果那个币的背后庄稼确实很厉害的话 一般Rose喊哪个币 哪个币一般就会涨 这个问题倒不太大 即使你进的晚一点 也是一个保本状态 毕竟有这么多人 好来看燕窝怎么说 燕窝说注意到BPRO基线正在卷轴下降 而目前的时间框架拖车正处于27,400的位置 BTC未能处于拖车之上 我上周开了一个多头头寸 R是值得交易的 但要意识到在这里买入 如果看跌回测到灰线以下 很有可能是我们以很好的一个空头测试 目前我将继续保留我的多头头寸 我正在进行水平对水平的比赛 这是我的主要计划 最近在举行伦敦公开赛 你像燕窝 Jason还有白凤凰 他们全部都在伦敦那边参加比特币的合约大赛 这是燕窝的观点 好 来看一下现在的爆仓图 如果比特币跌回26,850 会把所有开多的人全部爆完 如果比特币上涨到27,800去 会把开空的人爆完 目前来说开多和开空的人数量都差不多 大家注意这两天的走势 目前方向不太明朗的情况下 大家小仓位尝试 不要重仓说哈 好 然后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关注